人到中年坎坷泥泞的路走过了 试探炎凉的情 请畏了 俗成变幻的事经历了 有来有往的缘 凝略了 人到中年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们必须学会两个字 取舍 该给生活做简法了 不要傻傻的不舍得 三亲不走 不走忘恩负义的亲 不走捧高踩低的亲 不走见不得你好的亲 三物不比 不比孩子 不比房子 不比存款 三酒不喝 不喝醉酒 不喝阴险之酒 不喝不敬之酒 做一个睿智明白的中年人 人到中年 我们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 不再是舍我其谁的青年 我们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我们有自身的责任和负重 这个时候 厨师需要沉稳和了解 不用和谁比来比去 自己幸福就好 不要在乎他人想法 家人安好就行 人到中年 善于取舍 守住底线 笑对生活